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田园围棋 我是陈盈 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蔡静老师 来为我们讲解 第21届农心杯 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第五局 是由中国队的杨顶心九段 对阵日本队的伊丽聊八段 蔡静你好 你好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第五局是农心杯 等于是今年的第二阶段的第一局 然后在第一阶段中 我们的中国棋手杨顶心 是取得了三连胜 而日本棋手目前还没有开张 韩国棋手是赢了一局 对是袁胜珍先锋 赢了日本的村川大戒 这样的话咱们中国的阵容 还是五名棋手都还齐全的 日韩分别是日本还有三位 韩国也有三位 所以现在中国对目前形势一片大好 接下来杨顶心咱们就看他能不能再继续 他的前胜的道路上 因为再继续能多前进几波 因为在此之前你看就像范婷玉 他们都有过七连胜的好成绩 对范婷玉是连胜的比较多 其实近几年就是中国其实在这个比赛中 就是成绩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好 是啊 而且目前呢 这个杨顶心已经拿到了连胜奖 他每多赢一盘棋 就是多 应该是就三连胜是一千 一千 一千万 对 然后每多赢一盘棋增加一千万还远 对 就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六万人民币 所以这个其实先锋出场 这个优势还很大 对 应该是大家都希望提前出场 应该是 对啊 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好几届 是不是柯杰都感叹 说这个农心被上不了场 对 因为现在整体就是中国的阵容 应该是非常的年轻 是啊 然后像日本和韩国都是有一些老将在 像韩国有袁振针啊 金智熙 对 都是85年左右的 中国 这么说那日本对那就更老了 还有山下竞舞呢 对 那是70后的棋手 对 但中国队就是目前年龄最大的是范廷宇 96年的 对 96年 目前才23岁 是啊 那这个中国队的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对 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杨顶心 他到底要多少连胜 好 本局他是对伊利聊 杨顶心黑气 对 好像杨顶心 几乎每盘起都猜到黑气吧 已经四连黑了是不是 是吗 好像是 这次农心碑 因为农心碑本身我们黑气也是贴六木板 对 其实猜到黑气还是占一点小便宜 对 因为中国规则贴七木板的话 黑气压力是有点大的 但是贴六木板的话 就是 其实关系并不是很难 但是心情上会好很多 对啊 这七还没下先便宜一幕 对 黑气挂脚 然后飞 然后点33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对 现在好像很多气都是挂一下之后去点这个33 然后白气 然后挡 一般都是挡这边的 这个挂一下在点33也是套路的吧 对 有什么这个挂一下跟点33有什么联系 直接直接点比较 就是一开始比较多 但后来逐渐的就是挂一下会多一些 这样的话就是白气厂推骑正常就是这么定型 走一个飞 就我们本身这样的话就是白气呢 是有可能往这拆一个 所以在我们以前的思路 现在的话会比较积极 可能直接就走的速度比较快 但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想挂这一下的话 是肯定挂不着了的 然后先挂着呢 就是以后黑气这边的话 可能要直接加工白气 这样白气走的话 黑气这一下再挂的话 白气可能也不会去收脚 可能也是单关一个这样 就挂着可能就是 总是便宜的 有可能会便宜 但这种东西总是有利有弊的 就是现在就是趋势上是 喜欢挂着的人会多一些 那这个挂完之后呢 这个白气也都是挡这边的是吧 对 但是如果挡这边的话 就是黑气爬 然后白气也是这样长 也有这样这样的话 基本飞下来比较多 就如果长的话 被黑气出这个头 白气这个方向感觉是要 比黑气这边要差一点点 是 好像这样的话就是 对飞的话 因为这边有紫是不是就可以搬了 对 所以一般黑气都是顶了搬 对 这样黑气顶了搬可能 也是一样的 这个头将来黑气出来的概率会比较大 然后黑气挂到这个可能会稍微便宜一些 所以说无论他挡哪边就挂一个 黑气都是赚 其实也不一定 就是心情上来说 就是想挂掉一下 然后可能黑气布局上也有一些更好的准备一些 然后实战他是挡这边 然后他爬 还是飞的 然后拖 像这个气其实 就有很多人会选择顶 有很多人会选择 我下的话一般都是会顶的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 就是胆子大的人就敢拖 对 就是不怕人家搬下来走这个飞刀的话 但是即使水平再高的人也有顶的 也有不敢拖的 就是这个可能跟性格还是比较大的关系 是啊 这个定序我们这个俗称米式飞刀 但是我发现现在米玉亭 他基本上来讲是不是拖的 都下顶了搬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后面下成什么样子都有 然后变化也非常多 然后基本上就是喜欢战斗的 或者就想跟你练的话 会选择这个拖 但是老实一点呢 可能就和气一点 就顶就算了 那今天就是杨顶星看来是 准备好了 想下这个飞刀的 对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本身顶完再搬的话 也不一定就可以 但只是就是有的人想在这个地方 去一个战斗去拖 但是这其实早早的 你看一粒疗没有敢 对 它没有搬下去 对 它只是长一个 那是不是说明从气势上来讲 就先弱了半排 对 是这样的 但这退回来的话 感觉就是白旗长黑旗飞 然后就像白旗尖顶了一下 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卖掉变换可能 对 如果这样的话 以后好像大家定型 是不是都是搬了胯的 然后尖顶的也少吧 就白旗可以选择搬了胯 也可以选择飞这个 走外面这样的话 但是现在尖顶掉一架 就是局部不是很损 但是就是少了一些选择 这样白旗 就是也不一定 不一定会选择这个搬 这个搬的话 黑旗是 对 黑旗肯定都是挡开来的 对 这样的话 形成一个这样的定型 对 这是一个转换 这个定型就是白旗 不一定得分 黑旗可能 黑旗一般是飞这个 飞起来 这边就不用下了 对 这两边是建核 白旗是不会 不会同在打气的 它不会这么打 这旗走 然后你就飞回来 如果打吃完这样的话 黑旗飞出来 不但白旗供不着黑旗 反而黑旗就是 对白旗这块 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白旗这样的话 一般也就是打在外面 其实如果它打掉 在这 它也是飞的 对 就直接打的话 黑旗有可能断这个 但是有可能有一点变化 一般还是白旗先沾上 先沾上这样 黑旗 黑旗如果长的话 其实是慢了一排 就正常黑旗 白旗这个地方 有可能打了打 黑旗是要飞出来的 一般这个时候 但这边如果特别大的时候 黑旗也是有长出来的 但开局基本上来讲 都是不走的 对 想飞起来 因为这两个字还是挺大的 实战 白旗没有先摆 对 先脱先了 这个地方先放在这 白旗先点这个 然后黑旗倒 白旗爬 然后黑旗呢 也飞一下 对 这个时候 白旗就 也是没有敢脱 对啊 这个好像这一排 都是杨景欣嘛 这个他是敢脱的 这个是他是敢飞的 看来他 对这个局部点三三的 这个定须非常的有研究 想跟 伊丽聊在 这盘旗上战斗一下 可是好像对方一直都是 避战的一个状态 但我觉得这个就 如果是不敢往下搬的话 我觉得这期就是不要去飞了 还是就 敞一个算了 然后这边的话 白旗就顶了 对 黑旗倒 简明处理 黑旗搬 然后黑旗在这边加一个 这个机型都是加的是吧 就这种搬毡 就我们以前的感觉 可能会有 有这种搬毡的感觉 就觉得你这不是有搬了 搬下来吗 所以说是不是这个逆修也很大 但这样看的话就是 我觉得如果这本身这样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现在飞一个是不是感觉稍微亏了一点点 但你肩是不是也亏了 对白旗 但白旗肩 黑旗没有搬起来 黑旗是长一个的 可能差不多 但黑旗这家还没有点着 如果点着的话 感觉上就正常以前的老旗是下成这样的 这样的话觉得白旗可能还可以 但现在白旗如果是手一手 护成这样的话 白旗形状应该比刚才那个更好 最主要现在是黑旗不太怕白旗来搬这个 所以黑旗暂时就没有去补这个 谁还选择得更加积极的去加工 加一个 黑旗毕竟有天幕的负担 所以开局的时候最好还要走得积极一些 那现在白旗的局部的定型也只有这一个搬了 对 白旗搬黑旗 黑旗主要这个地方也是没有地方可退 它如果挤在这的话 这个再被搬有点受不了 对 所以也不能往这儿退 所以只能搬下去 好像这就是必然的了 对 白旗粘着 但是白旗这个旗它是先打的 白旗这个时候 对 这个时候因为白旗打吃的话 黑旗这个子 就是如果省得断的话 这个位置会离后视太近 对 那它就提了就已经可以了 对 但其实这个时候就算白旗粘 黑旗应该也不会成 黑旗也是要飞起来 是攻白旗 白旗等吃 所以说这是差不多 对 让它也是飞起来 这个时候白旗是一定要把这块旗给出头的 不然是在被点 还是被封一个它很难受 黑旗只要那么把白旗给封住 里面具体下的什么样就不用管了 这样白旗只要需要做活的话 白旗会就觉得比较被动性了 这个时候白旗不管怎么出头 就是一定要出来 所以出头是必然的一个下反 实际上选择了这个出头 做这个也是觉得就是黑旗这个字比较弱 白旗不愿意这么直接去将黑旗这个字加强 然后间接的威胁一下这块旗 然后一会儿这个要加过来 或者反正对这个子要进行进攻 对 黑旗先点一下 跳回去 黑旗也是没有跟着白旗走 如果这样走的话 就是走的越多的话 这边就越危险 所以黑旗直接的就是跟这个差异 就意思上区别不大吧 但是这样可能 可能还想着再瞄着它是吧 你走的低位 它们间抽间抽是不是自己就更厚了 对这样以后 比如说这边有子的话 我可以飞压过来或者人们穿 但如果它松一些的话 这个飞压就没有那么严厉了 所以这个还是走的比较主动的下方 白旗飞 飞一下也是 这是它的先手权利 对 黑旗肯定还得出头 点一下 黑旗沾上 白旗冲一下 这个冲就是一个适应手 让黑旗有点难受 然后黑旗如果挡的话 这以后它是什么这种点了 飞出来 对以后这个旗就 现在直接点在这 就黑旗将来整块是不活的 而且黑旗硬起来还挺难受 这下点其实可以保留 如果点完的话 再飞出来 黑旗加一个反而就是成一个 就是近似于活旗了 但如果直接点那个的话 黑旗走 白旗就挡上 黑旗局部里面也是活不了的 所以如果挡的话 这个眼型是不太好的 但如果退的话呢 将来白旗是有可能点这个的 这样黑旗整体就是不太舒服 但其实问题应该是也不大 实战的地理 对 遭到了黑旗的拖先 对黑旗一看走的不太爽 直接就 但这首其实倒是也蛮大局的 对 也是AI的变化图之一 这个选择 这首就是走的比较主动 然后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这期白旗吃了一手之后 白旗并没有将自己走成活旗 如果这么吃一手 白旗局部还是只有一个眼 然后以后黑旗可能还能够搜刮白旗 而这白旗因为点了这一下呢 导致吃这两个子就是没有那么严厉了 嗯 而这个应该是就是比较敏锐的嗅觉应该 对啊 这个非常的大局 这么看来其实杨顶欣还是位大局型的棋手 对杨顶欣应该是大局观比较好的棋手之一 而这里呢白旗是没有简单的怎么顶回去 因为顶回去之后黑旗就这么长的话 白旗将来可能都要考虑是否能做活的问题 实际上白旗也是 哦 所以他先加一个 加了一个 哦 这个也是考验一下 如果你立的话 他就肯走回去是吧 立的话 对 立的话白旗应该就顶回来 这样以后多了一个挖 可能还是有了多一些的变化 然后黑旗实在是没有立这个 黑旗 虎一个 白旗大师 是 这样黑旗如果沾上的话 白旗可能还要往外敞 这其实他不是也是这个二路爬了这么多吗 一般不都是在我们印象中 二路走几个都是不便宜的 这样的话白旗好像真得了一个先手 就先手的话 可能就不顶回去 而且就算顶回去的话 等于这几手交换把黑旗的空都给破坏掉了 而且并没有把黑旗走后 就如果是把黑旗装后的话 我们爬二路是不要爬的 但现在这里还是有个断点 那我就算再补一个不就完了 对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白旗补完一个之后 黑旗也补了一个 在这个地方花了一手旗 这样的话黑旗不是 补旗不是黑旗的首选 让白旗加黑旗火 白旗打尸 黑旗选直接选择了这个外面的打尸 这样看似就是被白旗走得很舒服 但实际上这里呢 黑旗还有一个顶的手段 所以白旗还是要在这里再补一手 但是好像这个补一个似乎是稍微有点缓 对 这一走这是有一个打结 对 因为这个黑旗 黑旗顶完吃的话 这个结呢 白旗是放着会不走的 这样黑旗一手是消不掉的 但从我们下旗的时候来说 这个顶觉得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顶完之后整块旗不活 而且本身目数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下旗的思路可能就是这个顶 可能是只此一手 是 但是AI可能会 对 它好像强调这个冲断 说这个比较严厉 对 因为这边冲断的话 可能黑旗本身就 可能不是很有机会去顶那个 这应该是白旗贴一个 黑旗好像没敢打 长出来就直接 如果长的话被白旗压一 黑旗再长 对这样的话 我感觉白旗还是确实挺主动的 因为这个结反正就放在这 就先跟你战斗着 这外边好像黑旗也未必战斗有力 有了这个几个交换之后 等于是白旗变得更加安全了 然后这样作战的话 就有了一些资本 然后黑旗呢 可能现在就算了 这样 这样的话 一旦白旗从这个地方出来 白旗这块没有死活问题了 那这个节的价值就自然而然就变小了 是 所以实战这个 好像就是这一首顶和这个冲断差了还蛮多了 所以实战这首期就会 在AI的眼里会觉得有些坏 当然在我们的正常思维当中 可能就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也正常 因为这有棋 所以要补一下 对 而且这个棋就是还非常早 就是我们判断可能也没有那么准确 就从直觉上来说 可能像这样也还可以了 可以接受 嗯 黑旗 就继续一个连贯的构思 把这个和中腹基本给控制住 白旗爬 对 黑旗唱 这样整体看着黑旗还是就不具体满意的 然后白旗选择脱脚 拖一个 其实到底是这边大还是这边大 其实我下的话可能还是会选这边 对 这边好像感觉是双方的 对 这边可能攻击性会更强一些 而且如果这边走的白旗走后 黑旗走保路的话 紧接着这块旗 黑旗就会跟着边保 然后那样的话 白旗可能会能找到一些机会 包括逐渐的就是这块旗就不会那么厚 嗯 但如果白旗选择一个抢实地的下巴的话 这边可能就被视为一个后视了 对 而且他肯定是后手嘛 然后这边肯定是被黑旗先动手了就 对 但是他可能觉得这边 就是黑旗要守的话 这边也是非常的大 整个 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就不会从这跳进去了 对 所以 这一面的话 这个头也不太好出来了 所以这个整体也是非常确实非常大的 那不是经常我看到 大家都从这边什么点一点啊 从这边渗透进去 对 但现在这个局面 外面毕竟全日黑旗都走 然后白旗这样点的话 就会显得有些过分了 对 可能点不着 对 黑旗肯定是怎么反击去了 对 这样 这样都有可能 这时候选择上白旗应该要不就是这个 要不就是在这边脚 掏脚 他实际上可能觉得这个还是就是比较实惠的下方 就我们下旗中就是 还觉得就是有 有实地的话会心里踏实一些 是 对 这边走的话就显得会有些虚 将来黑旗要围的话 白旗可以再打入进来再站 那感觉这个旗之后就是白旗始终都得在破坏着黑旗的模样 现在黑旗外边下的很厚 对 黑旗扳 嗯 黑旗扳 那这个火角的时候就是白旗有一个地方是稍微有一些不舒服的 就我们本身这个旗火角可能是虎的下的 嗯 这样黑旗扳 白旗是扳了 哦 他是想正字有力连扳是吧 这样可以 就是本身是可以连扳的 但现在黑旗因为有了这个挂脚 就这样的旗 黑旗 黑旗 他应该先打一下这个 白旗这个如果被提了的话黑旗太厚了 嗯 对白旗一般是粘上的 这样如果白旗针子有力能下成这样的话活得是非常好 因为黑旗这边还有两个断点 嗯 他现在这个情况是黑旗可以打吃 哦 白旗粘上 黑旗 再打 这样白旗 端打 黑旗 提了 白旗再断 黑旗可以长出来 这个针子不利是吧 因为有这个 这样白旗压一个东西先手 这里这个斑是先手 白旗先打一下 对 先打一下 先打两下再拐 这里是有个针子的 嗯 如果白旗针子有力的话是可以虎一个的 但是针子不利的话就只能实在那样粘上 但这个如果能虎的话效果应该还是要好好很多的 啊就是这个脚上的木树要活得要大很多 就主要黑旗整个形状要薄一些 嗯 实在的话只能简简单单就粘一个做活 然后黑旗 这样黑旗斑外面 对 白旗斑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斑好像在我们看来是必然的一手 我看你觉得也好推荐 这长 然后飞出来 我觉得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这长这个 这边不是明显黑旗很大吗 所以就不太理解为什么让人家要飞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本身 本身是露着风的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 这条边的木树价值是非常小 然后斑的话呢 但是虽然这小 但是不是这还有这一块了吗 对 但是这边整个就是也没有风的那么严实 可能 就我的直觉就是有可能这个 这斑是为了后面挡住它去先手 但本身 对 我觉得这个将来黑旗还是有蛮大的潜力 那它一长若被人飞 它虽然是靠一个 然后这样 这是要吃它的意思 让它靠长 靠这个的话是一个直部的手巾 就这样的话 白旗如果立下的话 黑旗就搬上头 对 那这样的话这倒是挺好的 你被压到二路上去了 对 如果白旗长的话 黑旗 它是再贴一下 再搬了壶 对 这样黑旗就是把这个搬到的话 就白旗整体的眼形是不太好的 这样白旗 我一跳是不是就活了 但是白旗就欠个段 就是黑旗 白旗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去做活的 就如果沾的话 这样 黑旗 鼓一个好一点 黑旗把这个飞下来 整个白旗是 就只有这个地方是有半个眼 所以白旗这个地方得跑出去 那跑出去 你等于就这个脚上 就是把它的几目棋 变成你的 但是你的潜力也就被它给走没了 但是这样的话 拐一拐 白旗拐 黑旗 它就搬一搬 是不是 刚才推荐的是贴这个是吧 对 贴一下会好一点 贴一下 那我也还是拐 这样黑旗只要就是最简单的 把这个头给挣住 或者是甚至往这边赶一步 让白旗跑下去 能吃吗 如果是它活了的话 吃可能吃不了 就是我们如果这样甚至弓 随便摆几步 可能很自然的就是 扣 下面就起来了这样 可能拆回来或者甚至更大一点 这样白旗因为自身背了一块奇梅虎 然后下面就放不开手 所以我们进攻的时候 在中间没有把握去围的时候 尽量是把别人赶出来 就在我前提是我有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 乘一块大空的时候 这个选择应该是还不错的 或者就这样 对 它这个确实是在这边比较空的情况下 如果这边都已经 我如果走一下 对 就都已经这个形成了这种定型完了 就不要把人放出来了 对 反正你又吃不了人家 对 这种去想杀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这么围 虽然计划杀不掉它 但是它想在这边再进来的话 也是非常危险的 它这时候要同时处理两块白旗 应该也是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黑旗这么下 可能也是因为就 因为有这个碰的好心 对 可能最主要是因为这边比较空 对 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实战 它这个班的选择 走完之后 白旗简单混完脚之后 这样跳活之后 黑旗这个形状呢 并不是很完整 就将来白旗呢 这边点 对 它是先点了再跳活的 先点了一下 黑旗这样了吗 这样了 这样白旗再跳回来 就这样的话 白旗将来在这边洗出来 这边有加 然后这边有跳 然后本身中间 这还不是黑旗的 对 就是本身中间黑旗可能 控制力并没有那么的强 所以它选择了那个 可能 就是先 首先把木给守住了 然后把白旗放出来 去进攻的下方 然后黑旗插一个 对 这样白旗就 直接这些 这些做活的招法都没选 直接就跳出来 因为中间还是很宽的 然后 它这个跳呢 不但自己要破坏 黑旗的一个空 还描着黑旗的毛病 黑旗我怎么觉得 这已经是活形了 就它将来这个旗 首先这有个断点 然后这有个断点 它瞄着这两个断点 以后都飞你 断点 你断我家都 对 我不会直接再断 但是我瞄着你这个断 我飞的话 那我就虎一个 就算虎一个 这是不是也是活形呢 但是 黑旗本来刚才是一个 非常大的后世 加上这五个断点 当然这个也是 白旗不可能直接断上来 但是这么走下去的话 黑旗是非常难受的 黑旗要再不断 白旗就这么搬 黑旗其实整体呢 并没有两个眼 但黑旗绝对不可能 在这个地方去花旗 去跑国的 对 黑旗如果这么搬出来 白旗也不用去 不是说要去杀黑旗 白旗就简单一撑 我们刚才看的 挺壮观的一个后世 转眼间就变成了 就是看不到 黑旗什么东西了 但是 现在是白旗跳一个 该黑旗主动 就是先动手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黑旗现在的 这个 视力明显比白旗要 强大很多 那如果是我先 就是这种 那这就点不着了呀 对 黑旗这个也就是 保护自己的下方 如果黑旗这边 没有这些弱点的话 黑旗可能会走的 就是会走的更积极一些 从这边攻 对 肯定会从这边攻 所以白旗这个跳呢 主要还是瞄着 就是黑旗这边 仅有的一些保卫 然后黑旗这个 看着挺过分的 我觉得挺无理的 人家这么多子 你看这边黑旗挺厚的 这边呢 反正怎么说 人家子力 这有这么多 你猜俩 对 但是他关键是 不往这找的话 他要去找这块去玩的话 这块是显得更长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就是虽然打谁都打不赢 但是尽量还是要挑软的脸 还是要在这边走是吧 就是这种打入什么的 还是不 先不考虑 这边打入的话 就感觉是跟着黑旗的节奏走了 这样的话会稍微被动一点 假如黑旗走后了之后 这边就更不敢走 实在呢 这个跳 如果黑旗是正那个的话 就是实在是真的这个 这样的话 这两手感觉是不怎么亏的 就即使放在这不走了 也觉得还好 还能放着不走了 不走我再走 因为这边还露着风 因为这边还露着风 就是黑旗想吃掉 白旗这两个也比较 就是没有那么的容易 然后白旗这一跳呢 整个感觉把黑旗形状 冲得稍微有点散了 所以跳一下感觉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低感 黑旗比白旗厚多了 这两个子 我觉得都不能当成一个人用 对 这个还有这种各种的断点 对 但是因为它并没有 可能并没有找到 很好的地方去下 我觉得 因为这个打入的话 确实打入完之后 对 可能形成一个大的 大的定型之后 可能就甚至是直接就是 这就是都是 可能被黑旗把这个口封上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一旦形成那样的局面 虽然白旗这个地方 会得到一些利益 但是这个口一被封上的话 这边再下的话就下不动了 对 所以白旗先在这边 可能寻求一些头绪吧 好像也只好这么下了 这么看起来 是吧 对 黑旗 就我们在攻别人的时候 就也一定要注意到 就自己这些小的毛病 一定要保护好 黑旗 照住 它其实还是要 这个在下边有所作为 黑旗 对 黑旗主要是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而且一定要这样连起来 就是这个旗 一旦是打不着白旗的时候 就是也要给白旗增加压力 不然哪天就是 就白旗找机会 这么反钻过来的话 黑旗其实是有一些保的 这个地方断点断点 然后就暴露出来 包括这边还有虫的 所以黑旗最好的选择就是 在这边持续的施加压 给白旗施加压力 让自己变得更厚一些 对 我发现这一走 好像就给它罩住了呀 因为你这个冲断牛 真不死我 对 那这个地方 好像白旗就出不了头了 对 但是白旗就是 这里面活席的问题 应该是不大 因为这边 毕竟露着一个口子 这边还有夹 然后黑旗这手呢 也不是要吃白旗 黑旗就是要先手把这个口 先手封住 然后很明显 是要抢这个跳 那我觉得它被人家封住 肯定亏了 就是有可能走得更快一些 是吧 反正这个头感觉 不能被黑旗蒙住 如果这一蒙住 它这边的 这个发展也太大了 但如果这么走的话 它并不是说 怕黑旗断 黑旗断的话 它倒不怎么怕 但可能黑旗这么飞一飞 白旗有点难受 那你就 哪怕就算是你尖一尖 就自己的眼型被破坏了 这样的话 黑旗这么攻过来 可能或者是这么攻过来 就顺势的就把空给撑下 这样的话呢 就飞完之后 它将来一手拦下来 这个眼型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但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有了这一手旗 感觉 这个接下来都被黑旗 这边最起码 它可以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你坐活的同时 可能就撞后了 撞后了 这也太大了 这好几巴掌都呼不过来 对 但本身确实 黑旗罩完之后 这个地方还是有断点的 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厚 但是你得坐活 你这一坐活 它的断点好像就 放 你就是 就白旗就帮它补上了吗 对白旗冲 弯完拐 我觉得这个黑旗还是挺舒服的 你再去 这样黑旗 只要能把白旗摁在里头 黑旗应该是非常愉快的 对 白旗继续贴 你再长 点 就还要在寻求 寻找黑旗的弱点 找地方发力 对 它就靠了断 靠了断是一个常见的 就是局部定型的手段 其实 对 如果你贴它也是这样 对 就如果越退的话呢 看上去老实一些 但是 其实这种时候 往往是越退 这个地方毛病就越大 嗯 直接顶到最前头呢 把它堵上的话 反而没什么事 然后白旗经过这些手段之后 让黑旗 就是这个地方有了一个断点 白旗多了一个打吃 嗯 然后紧接着这个气呢 是稍微有些紧了 白旗可以从这儿搬出来 它这个不能断是吧 断 对 黑旗现在是 就是断的话 就也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个地方会显得有些危险了 对 这好像是打贴 这个压 这里打吃完以后 就直接 就算直接来断吧 这里黑旗会显得有些狼狈了 对 这个气确实是够紧的 对 而且这个地方就是黑旗 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断地 就断地理的话 吃这个则本身价值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时候黑旗就 正常退 对 它连回去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黑旗的重点就是在下面 对 白旗加了一个 啊 黑旗脱鲜 把这这这一跳 这一串黑旗感觉下的是 就是非常舒服的 嗯 其实黑旗主要是这个 这个空来跟白旗的这个抗衡 对 黑旗全外也就只剩在一块空了 对啊 这都太小了 零零碎碎的 但是够贴木了倒是也 但是白旗就是整个 虽然一直在抢木啊 就白旗可能实地 比较注重实地 但其实白旗的木旗 最大全加起来 也并不是特别的多 三个脚 在这个地方大概有个八木旗 嗯 然后这边也是八木旗左右 八九木旗 这个脚 所以可能也就是个八木旗 三八二四 对 加上这边 这边其实黑旗随便点的话 嗯 黑旗木旗可能甚至有可能 比白旗还多 嗯 然后 所以 就加上这些 可能也就三十五木旗左右 嗯 也并没有那么的多 黑旗这边也有个十木旗 然后 对啊 就是这个都可以当贴木 对 这边贴木应该是肯定没问题的 嗯 这边的话 如果白旗不进来的话 水盘旗白旗应该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进来的话 这个 也 不怎么好活吧 第一杆 就那怎么也得 也得进来拼一下 不能安乐 这种地方关键是可以试一试 就这里实战是选择打入进来 对 这里就算被吃掉的话 只要别被黑旗给吃到特别外面的话 这里是白旗 其实是就是 没有什么本钱的 就死了就死了也无所谓 最好能留下一点味道 是 然后黑旗呢 其实就全盘只剩这一块 黑旗的话 就是如果一旦这块旗出了问题的话 嗯 黑旗压力是非常大 所以这种打入呢 就算不管有没有旗 走进来的话 黑旗神经是会很紧张的 然后白旗相对来说 就是下的会比较轻松 我觉得 你看就是刚才咱们判断完形式 虽然觉得这黑旗只要把这块空 围上就赢了 但是就在咱们的旗谱里 从来没有看到过 黑旗这样去唯空 就是基本上来讲 无论它优势多大 它都是这么挑维的 因为这个拖好像不太行 是吧 它可以打了贴下来 嗯 拖这个时候 白旗不会全都打了贴 白旗打了贴的话 这边 那你走哪 对 如果这么下的话 白旗打了贴 你 你不会下这个 对白旗如果贴 黑旗肯定给它断了 断你拐啊 这样 黑旗打 不成立是吧 对 这边这还有个子 黑旗这边可以跳出来 一旦这两个旗筋吃不掉的话 黑旗站出来 然后紧接着白旗这三个子 其实是一个被包围的状态 然后本身底下黑旗力到这呢 白旗底下眼位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 就这样战斗的话 白旗的应该是凶多技少还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应该拖了连斑啊 对 但拖了连斑 白旗可能就选择上面 就是选择走上头 打完 打完户上头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倒很安全啊 我就搬一个 这不太敢搬吧 我感觉 我感觉就是 有吃吗 如果搬的话 这个白旗应该不会放过黑旗 就可能要进来搞事情了 就整个黑旗就是联合 就结 各种毛病结合到一块的话 嗯 黑旗压力还是挺大的 比如这种地方碰一碰什么的 真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嗯 退一个是差不多 那这样的话 我也觉得比那个跳一个风险小啊 跳一个你就还有打入还折腾 这样的话 我这个空围的多踏实 但这样的话就要注意一点 就是上面黑白旗走过来之后 这种地方就是黑旗 因为第一下没有去守这个口子 然后越往后退可能会变得越薄了一些 这个怎么那么想下俗手啊 对我想冲一个跳一个 对 但是有点不太敢摆上去 冲完跳的话 这多实惠啊 对 但是黑旗就是一上来没有没有去扛到最前面的话 就这种地方 对啊然后我看到了 我就想你你挖一个我就我就缩了就算了 但是就是越退的话越薄 然后本身目输 我觉得这样围上如果我够了的话不是挺好的 那就是就是怕这样围上完了之后不一定能够赢 因为中间毕竟还是放弃了很大的利益 我这块有50目了 刚才你那个你这边还算了一些目数不才40 然后这已经有天目了 我说够啊 是不是够吗 就担心吧还是这样的话也是一种下法我觉得 但是他可能会担心就是白旗有可能或者拐之前 先在这边走 对我先来碰你一个 就与其让别人等着别人进来找你麻烦 你可能不如先加强自己反正他都是要进来的 我先把自己走强了之后等着他进来可能会好一点 对就是跳一个 其实这首棋我主要是担心这首棋本身它的价值 就落空 对如果你打入我还是控制不了你的话 那我这首棋就没梦 我走在这我最起码有10多目 这个是肯定现实的15目以上是肯定有 对但从这个格局上来说他可能跳在这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我的第一感的话 不太担心别人打入 就觉得打入我应该总是有办法 不管怎么下应该是不太担心的可能 但实在呢真打入进来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处理 是以前我们好像这样形状就特别喜欢正一个 但我觉得正一个人家就点了一壶 这棋形还挺有弹性的 对但这个力的话 黑棋是有这种鲜手的可能性 因为白鞋这边还没有完全活 哦 但是就是这样走的话 就算空里给白鞋留个这种这种结出来 嗯可能 对黑鞋也挺麻烦的 对 但下的时候就是黑鞋跳起来 可能还有一种心理就是白鞋不一定会往这走 蓝鞋因为往这打入也是很需要有弹性 白鞋如果跳任何围一围 只要他再撑到一步之后 白鞋就没有机会进来了 嗯 就这个打入也是唯一的时机 只要这时候再不走以后 就不会出现这个打入 是 白鞋打入 黑鞋呢也没有直接来攻白鞋 嗯 黑鞋先走到现在这边 先冲一个 找一些圆兵嘛 看能不能把白鞋封得更严实一些 这只能贴是吧 这个这个穿是不行的 穿的话它它就算再震什么了 或者就算贴两下之类的 已经便宜了 它就是寻求了一个借意 而且本身黑鞋冲的话 白鞋留了个断点 应该不太这个穿不太好 先贴一个 这个也是就是寻求一个先手 然后直接就来这边 这样呢黑鞋刚走 黑鞋走这个也是怕 刚才您说的这个跳 就是怕落空 而这手鞋呢 如果一旦吃不到这个紫的话 这手鞋应该还是有价值的 可以挡下来 那白鞋实在是不敢再唠一票了哈 对白鞋原来这个鞋没有 主要是它走的话 它也走的不是很舒服 这个鞋跳一下再跳 因为它本身跳的话 这个鞋就是这个靠是有靠段的 就加拿这边要有紫的话 这个地方连接不是很好 然后本身这个地方有冲段 整个鞋形是很薄的 正常一般我们这个鞋连的话 是飞着连的 飞着连 但是你这不是还有这个 正常这个要出来的话 是飞着出来的 但这个位置又不太好 是 所以白鞋呢 就走不好 索性就直接不走了 就直接来这边了 看这里的战斗就是 有一些复杂 搬下来 这搬肯定是要先搬的 先搬一个这个 这个时候搬也是挺奇怪 它可能再怕不搬就搬不着 但这个时候如果白鞋要反击的话 那它就搬 对 这样白鞋要活这个的话 可能会对这边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而这以后一旦站起来的时候 再想搬这个是有搬不着的可能性的 但搬这个跟这边有什么关系 还没看出来 就走着走着可能就有关系了 有了这个搬 可能多少会有一些用 然后黑鞋搬下来 把鞋断 其实下棋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多棋友是在纠结 这搬不是先手吗 但是它这个利一个 这不是也有先手味道吗 有的时候大家就会在想 那我这棋 我到底要不要搬到 搬到会不会以后 就把利的这个先手给卖了 对 这种东西就是 谁也搞不清就是 会不会便宜 会不会亏 但是更多的是凭借一个经验 就是我下了很多年棋 然后我这么不走 我亏的可能性会大那么一点点 这个职业吸收 有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但它也讲不出来 这个棋为什么要走掉 为什么 为什么会好 对 如果是从局部的话 那我觉得我肯定用利的线都好 对 但是利这个的时候 就是这边已经站起来了 这个利暂时走不着了 它就不鲜了 对 所以这时候 如果很早以前 其实这个利是能利的 那白鞋也是有可能印在这边的 就是 一起搬 白鞋走 然后它这个 斑了断 黑鞋长 白鞋打车 嗯 这里 这里是非常复杂 这看着白鞋不行啊 哦 没有打 哦 不好意思 前面这个鞋没有打这个鞋 刚才是摆变换的时候 就断打了一下 对 白鞋打 黑鞋乖打 嗯 白鞋先沾上再说 这样黑鞋只能断打 咦 这样好像有点 就这种鞋 这种鞋 这种鞋手的话是要留着的 因为有可能会损的 就我们像刚才这样子 如果打了这一下的话 黑鞋这一打 白鞋又跑不掉了 好 现在没有这个呢 白鞋跑出来之后 就可以从 对 它那个倒是撞气 没有帮上忙到帮得到嘛 对 这样白鞋从这边是打不出来的 但是白鞋可以从这儿拐出来的 对 但是好在 好在这个它可以先打一个 没有被 扳倒 对 这样黑鞋 就必须得加了 嗯 反正气不够了 打赤 黑鞋弯出来 不要像这种打赤的足手 然后 因为白鞋反正也得踢 对 它本来也得踢 对 黑鞋现在要不要拐再说了 黑鞋现在是尖一个补 拐的话呢 被白鞋甚至唬出去 透在外头了 这样就是帮着白鞋再走 虽然煎一个 不给白鞋接近 我感觉黑鞋好像扛住了 其实黑鞋只要把这个空围住 你上面破了就破了 我这还有挡呢 但问题是这个 白鞋是要打进来的 打吃完之后 整个把黑鞋给打包了 黑鞋只能粘上 白鞋粘 嗯 让它贴一个 贴 正常感觉还是有点想沾这个 但这里是为了请白鞋一口气 嗯 但给白鞋这多了一个鲜手 这个鲜手有用吗 这个我都给你吃死 但是可能会 就是感觉上 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用吧 将来 但这里它 它判断可能是这口气 就是对白鞋的作用更大一些 对 先攻它 而且 如果攻着 黑鞋取得一个鲜手 黑鞋一飞 你这啥也没有了就 对 但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判断 但正常如果跟这块鞋没关系的话 建议还是这个鞋 虽然这个木鞋多这么一两木鞋 但是直觉上就是这个地方会有一些银换在这 就这边可能白鞋会有便宜 黑鞋贴 然后现在它 黑鞋沾完之后 点 跳出来 黑鞋沾上 黑鞋肯定后悔 为什么早没再搜刮它一下 这个 对 前面走的话 我觉得它也可能是怕万一落个后手出来 或者是白鞋从这边出来之后 让黑鞋就是比较比较难硬 但这个时候白鞋是没有继续跑这块鞋了 白鞋 直接把这个再拐了回来 哇 这么拼 这手鞋抢的还是很凶的 但我觉得 是不是还是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但是在这做活的话 我怎么感觉白鞋的木树是不是吃进来 但我觉得它没有在这走是因为它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下饭可能 这地方 如果靠的话 会不会担心黑鞋搬这个 哦 还要搬这个那么凶啊 这样 把白鞋眼味都打掉 冰在这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担心这个 这样的话白鞋打吃黑鞋甚至可能点着弓它 直接要给它压力 然后 但其实本身挡下去感觉并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这个跳也是非常大的 这样白鞋在做活的同时把这个木收住的话 感觉也还是不错的 实在这里 正常来说是没有 但是这个拖鞋实在是太拼了 对 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必要去抢那么凶的 但黑鞋也有意思啊 黑鞋就没有说直接 我看直接尖一个好像也 对 白鞋应该也是就是比较难下 龙心杯应该是就是每方一个小时的 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鞋 然后一个小时用完了之后 是必须得在一分钟之内下鞋 对 那么这个时候 就从进程上看 应该是大家应该都已经进入独秒了 然后黑鞋呢 可能也没想到 白鞋这个时候会再来抢一手 所以这个时候黑鞋没有直接的在这贸然进攻 而是先攻击了一下这边白鞋 也是为了这边的作战 就准备利用一些时间去想这边怎么作战 嗯 反正他也不怕白鞋在这边去补齐 这时候白鞋应该是腾不出手来补 白鞋这个打吃是非常愉快的 可以去沾上 然后他还是脱鲜了 他这边还是来补加强 就这个时候白鞋觉得这块鞋 比这块鞋还是更加安全一些 我看这块鞋 他就如果背他这一尖 我看他这个眼味很像不足的样子 对 但尖的话肯定是就是白鞋是要靠出去的 这样出来之后 他可能觉得黑鞋这边也是很薄封不住它 局部做果的话就算活了应该也是非常惨 实际上白鞋靠一起搬 白鞋退回来 这样退是局部的形状 这样退的话因为这个搬还是先手 所以这里没必要去尝在这 让它尝出来 好 这里有一点 这有一挤 对 就点完之后就有个挤的打结 对 这有打结 嗯 这样的话 但是你这块鞋还没活 对 这样的话感觉就是 不知道黑鞋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打结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黑鞋可能会有不太可能 就这手鞋可能就有点问题 就是说会让自己增加一些麻烦 可能先攻一下会好一些 对 如果他先攻我还没看出来 因为白鞋怎么活呢 他这个眼味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对 那白鞋可能更应该先往这边靠 但是黑鞋确实可能反击过来 如果黑鞋不能搬这个的话 白鞋肯定应该先靠这个 嗯 这样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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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像我们没有发现的一手好手 对 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黑鞋没有打在这儿 这个地方白鞋是有了本身的结材 然后黑鞋是没敢沾这个 黑鞋选择了这个鞋 那就是要吃这个 不过这边黑鞋走了一个白鞋也没硬 那我觉得 这个时候黑鞋 黑鞋也是可以沾上的我觉得应该 但这样整个局面就不受控制了 嗯 因为这样 本身黑鞋要杀白鞋的时候 黑鞋自身这块是比较薄的 因为这块一旦没跑出来 但我觉得 这个他肯定节线开了再说了 对 我觉得他可能万劫先把你提的 那这块 他有没有可能跟你转换 有没有可能就是 这块 这块应该离死还是比较比较远的 应该这块应该活没问题 就是黑鞋已经走了一步了 白鞋没走 现在又有机会连走两步 等于连走三步再弄不死这块鞋 感觉有点没面子 对 那这块应该是就是 如果打劫的话 黑鞋吃白鞋 这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因为这个鞋呢就是 白鞋本身 就是这个刺并没有损特别多 像他这个飞可能还是鲜手 所以黑鞋这个鞋等于是被白鞋白玩的 这么粘的话 就是黑鞋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实在呢 直接选择了挤这个 对 就是让白鞋冲这个和这个剑盒 你冲这个反正就是自己逃回来 以后这是不是还有点 但这手冲感觉即使是这边死了 我也必须先冲了 这个冲实在太有人了 因为包括这个挡都是鞋手 然后整个木属就算再补一手的话 应该我觉得 这个里面 这出应该得至少是个六十目的样子 我感觉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黑鞋好像也 没有什么选择了 只有二摸一了 这两个必须要吃一块 这边吃掉我觉得也没有这个脚大 所以这个鞋不太 那反正它只能是先吃了再说了 所以说黑鞋这个下法是有点问题的 黑鞋来加 白鞋挡 这个挡是你的权利 黑鞋打尸 真的气了是吗 没有白鞋这个鞋也是 就是先看一下黑鞋 白鞋这个鞋还是就是瞄着黑鞋上面这块 没有完全做火 如果黑鞋来吃的话 我觉得白鞋先手刮一圈 然后再把这块鞋挡给补上的话 黑鞋应该是很难下的我觉得 这地方 你怎么火 我是不是煎一个就补住了 煎一个应该是 这应该是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白鞋就是这边收一收 因为刚才这个地方吃的 粗粗看一眼感觉是个40多目的样子 但这里面进出绝对是不只差40目的 对 这个本来是我的估计有个交近小20 20目都不止 因为这些都是目 本身黑鞋可能大概有25目 现在变成了白鞋的 对 很多很多目 这个 如果这样下的话是不够的是吧 我感觉就是至少是不能满意 而黑鞋尝出来之后呢 因为白鞋刚才这个地方还是毕竟是欠了一手鞋的 所以这个地方尝出来还是威胁着白鞋这块 就可能白鞋这边跑了 但是这块鞋还是给它留在那 白鞋继续贴 黑鞋退 黑鞋退 然后 它先虎一下 但这款虎好像也不是特别想把这块鞋活出来的样子 就是 它想让黑鞋尝完之后 这个地方可能 这个地方有个鞋首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 这个地方有个鞋首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 但是 可能是让自己气变的更长一点 这样 让黑鞋更薄一些 有个鞋首是不是它以后点脚就不一定能活出来了 我是觉得如果要活的话不如直接往外跑 这样子 就虎一个反正也做不出眼的话 我觉得 可能这两个交换还不如不交换 嗯 白鞋尖出来 黑鞋跟着尖 白鞋贴 黑鞋直接跳下 好像这个鞋 白鞋 白鞋 是不是 只有 气掉了 对白鞋本身 本身气掉的话 应该是不差的 这一鞋 就从进程上来看的话 白鞋如果死掉 因为这本身就是黑鞋的地方 嗯 但是黑白鞋那一打入呢 就等于是把黑鞋这个外面 让黑鞋稍微大了这么一点点 嗯 但是底下就实在是差了太多目了 对 所以它死掉的话 并没有那么的心痛 而这个实在呢 但是下在这儿 就是总是就是我有机会 还没看清我是死是活 嗯 总是想试一试 不想轻易的就是我们阵亡 对 然后搬 对白鞋 做了个眼 这手鞋看样子应该是要 让黑鞋气变紧的下方 然后白鞋 黑鞋就破眼 黑鞋 然后它靠一个 黑鞋挡上 断掉 这里黑鞋是不能吃这个的 如果吃这个的话 这个打吃完就没人挖 这个打鞋就打出来了 对 这个就 这个吃到活了吧 对 这两个子不能丢 对啊 这样黑鞋实在是团在这儿 白鞋断 对 这两个还是齐筋 一起粘上 去打一僵 一起提 这时候应该是白鞋跑这个的话 就这边无论是怎么吃 黑鞋这一打吃的话 白鞋这个字应该是掉 然后这个地方冲是冲不出去的 然后白鞋好像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对白鞋吃这个 让它恰恰 它吃了 黑鞋 黑鞋这么吃 这一下就是白鞋把自己给捉死了 没办法 因为这个本身呢 早早的鞋的话 还能 嗯 这个被鞋的少一点 对 也算是一个转换 但是现在又跑了这么多 肯定是 还是损了挺多的 你这还都没连上 对 所以我们在要 就是 要时间充裕的话 这个肯定是 就是时间紧迫下下出来的 就如果我们时间充裕 你看它一直都在打僵嘛 这些 对 时间充裕的话 一定要想清楚后续手段之后 再来 再来选择这种手段 不能走一步看一步走着走着 最后没有路可以走 突然间发现 哎呦 完了 前面是死胡同 对啊 也不得不再转头 气掉 吃完冲 黑旗这个地方 也没跟白旗纠缠了 就把自己连上 白旗粘 这个粘是先手 好这边 白旗整个还没有活这一块 还需要在这边做活 对 需要走几个 不过 活是没问题的 因为还有后门呢 对白旗 但是白旗刚才冲 是要吃黑旗这两颗的 黑旗粘回去之后 现在白旗要来做活的话 那两个又吃不着了 人家还能挡回来是吧 对白旗冲 这时候黑旗这边没有死活问题了 黑旗先在脚里头 试一下白旗硬手 白旗挡上 然后 先把这个挡一下 我感觉这时候 白旗好像已经疲惫了 嗯 这样糊 啊 白旗这个地方 虎还不是决心 虎完之后 这个断呢 黑旗都打吃完 打得真是一口气 把白旗给打死了 所以这里他还要先断一下 吃饱这个虎的伸手 那你 那你这该不是决心 还不是决心 但是这样的话 黑旗打了这个会有点亏 对 就这样打完白旗跑 对你就多吃一个嘛 嗯 黑旗这个也就是没有给他 就提了 然后白旗跳 这回这个脚是吃掉了 黑旗吃这个 好像是这个时候可能他看了一眼这边 白旗这个好像是跑不掉的 白旗顶 黑旗把这条路给拦了 白旗这边好像是没有什么旗 然后只能走这个 嗯 沾上 然后他也沾上 这就简单把这个手上 对 没什么旗 斑就跟着堵住 对 这已经最后一手了是吧 对 这样的话白旗是只能从这底下回去 对他可以一路跳回去 对 跳回去之后这个地方还欠一个捷 然后这个黑旗沾是先手 反正本身黑旗目送应该也是已经够了 对 因为你这块这个等于多死了这么多 你还没有得到什么 对 这等于是白旗自己撞死了这么多 是 那这样就恭喜杨顶欣取得四连胜 对 接下来呢他要迎接着韩国棋手的挑战 对 那我们祝愿杨顶欣可以 这个 像范老板学习一下 对 那我估计就是 咱们的队友就 柯杰是不是又要感叹 这上场很难啊 农心杯像上场 对 因为中国棋手的 对咱们非常的非常的年轻 而且都是很有实力 但关键不像别的项目 可能年轻经验不足 中国棋手 年轻棋手的经验都是非常足 是啊 我觉得在农心杯上 我们中国的先锋啊 或者是这个第二将啊 这个都是 状态都太好了 对 虽然这个比赛应用时也是 就是中国棋手就是比较 比较擅长 对 我们平时训练大多数时间都用这个应用时 嗯 好的那我们这盘棋呢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 稍后为大家带来新秀战的对局 我们一会儿见 会见